嘿大家好,我今天本來想要去吃阿三哥農場 但是他們今天因為拜拜的關係 所以沒有營業 然後呢,他們就推薦我們來吃這間家鄉園 應該蠻多的蛋水,人都知道囉 吃吃看喔 哇,這裡就是裡面有停車位喔 其實裡面還蠻大的 然後是一個透天的房子 然後裡面可以吃 要記得定位喔,我們剛剛太晚定了 所以現在一點多了才要來吃啊 然後老闆說啊,他們有一些很特別的菜啊 什麼魚啊,烤魚啊 烤鯛魚那種的啊 就要先預訂,不然也會沒有 像我們訂就沒有囉 它是手工雞胸肝耶 它是特別喔 它是一些農產的 要用什麼還是蒜泥? 欸,蒜泥鮮客好不好 好啊 蒜泥喔,齁 好,我們的菜來了 然後來這兩樣,我們來看看喔 我們來看看喔 吃吃看這個 蒜泥吃 哇,這個蠔好肥喔 看一下 每一顆都有那個 奶打飯的大小 吃吃看 他們推薦的喔 哇,好肥喔 不知道哪邊買的耶 怎麼那麼大顆 哇 哇 那這個蠔辣屁點耶,這個好好吃喔 來,開始 嗯,會不會有人留言說 好,蠔肉在起來耶 就現在的食物就在切片子 哇,好會用官方的講法 會吧 應該看看有沒有人要講好不好 有沒有人會講好不好 對 燒肉來了,看起來好意好 哇 好多喔 我真想燒肉耶 哇,而且好好吃喔 這,這什麼眼睛 好多吃喔 什麼東西啊 松阪豬硬冬瓜 喔,對對對 這個好好吃喔 哇,這個是推薦的松阪豬硬冬瓜 哇,剝剝剝剝剝剝了 看起來很好吃 好大一盤耶 這個蛋啊 為什麼幫你找到 我有看到一個大部分 可是我不曉得味道怎麼樣 你要給他試試看 我試試看 但是你剛剛說筍子你也還沒吃 好吃 他就只不只曉得說要拍照 剛剛外婆覺得這個蛋比較寫一點 是我也很喜歡 對 因為我很討厭像那種滑蛋蝦 它的蛋完全不行 但是你還會有點嚼勁 它這個寫是胡椒水 對 有一點鹽 但是我覺得是OK的 是重量 有,它目前已經知道了 這裡面就是 這個 很好吃 這個超肥的 這個真的好好吃 真的 超級肥的那個鵝辣 它沒有裹粉 它有那個粉質 一點油力 對 真的比那個炸的粉少 然後這個也很好吃 這個燒肉 脆脆的 脆脆的這樣 我喜歡怎麼用那個小老闆 這個 脆脆的 對 對 這好吃 然後這個 筍子的一切 它也是他們自己種的 不知道 它剛剛有多 對 會好吃很新鮮 這個 筍 就是夾不起來 會一直滑掉 很鮮嫩的筍 然後這個 我覺得這個一切 這個剛剛小紅優格的老闆 我們推薦這個 松阪豬硬鬆 它很特別 是一般來說松阪豬 我們吃到都是切成比較厚片一點的 它是切薄片的 然後所以 你又吃得到 你是鮮嫩的筍 然後它調味給的這個 真的很好 看一下 是滴下來了 對 哇 這個 這幾個菜也就滿肥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有稍微鮮甜甜 那個鹹啊 因為它是硬冬瓜 所以就是那個冬瓜的鹹味 嗯 可是冬瓜的味道很明顯 在它那個燈裡面 對 所以有點硬一點 對 比較淺一點 沒有說很柔軟 整飯真的可以多吃兩碗 對啊 餅 這好吃 我拿 這一點點 好 這邊有水果嗎 好 水果就進來囉 幫忙 你說什麼 這個筍子 是脆脆的 真的嗎 你吃給大家看 好吃嗎 好吃嗎 嗯 再一次 脆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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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松阪豬真的很好吃 它 這樣子 QQ脆脆的 咬下去這樣子 QQ的 脆脆的 脆脆的 對 嗯 對啊 最來我一定會就是點這個 沒錯 今天的 吃飯感受呢 就附近走 既然我走出來這邊 這邊讓大家看一下這邊的環境 然後這邊是一個 透天處 然後它裡面是一間一間房間 然後跟客廳啊 然後拿 當你的那個 吃飯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環境蠻好的 你看我這樣看就是很漂亮 然後 看外面 然後 現在已經9月多 其實開始 已經開始有涼快的感覺了 然後我們今天吃的東西呢 我覺得那個 鵝仔 那個很好吃 因為它 鵝仔超級肥的 真的是超級大顆 這樣然後 很大盤 然後價格 蠻便宜的 然後外婆也覺得 鵝仔那個是第一名 然後再來是 那個炸豬肉的那個 但我沒有吃太多 因為我不能吃太多那個 然後 還有什麼呢 哦 筍子啊 那個筍子 他們自己種的 然後就是 你會感覺哇 就是剛剛摘下來的 然後 剛切一切 然後炒的 所以吃起來就是很新鮮好吃 然後我喜歡吃那個 我跟我老婆都很喜歡吃那個 松阪豬 那是他那個小農 老闆啊 推薦的 他推薦說 那一道東 松阪豬印冬瓜 然後我們覺得那一道很好吃 因為他那個松阪豬 其實薄薄脆脆的 然後吃起來這樣 QQQQ的 然後最後也有脆脆的感覺 然後整個調味上面很好吃 所以我蠻喜歡的 那每一樣都還不錯 那我們稍微意見也比較有一點分歧 就是說 那個伯伯阿 我外婆阿 他覺得說 那個 滑蛋比較鹹一點 那我們覺得還蠻剛好的 對 那這種東西 其實吃東西阿 就是看每個人的口味 都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畢竟我也有推薦過 我很多吃的東西 有些人是還好 那有些人覺得 真的很好吃耶 那就大家參考一下這樣子 那 可能常常看我 介紹什麼吃的時候呢 那你們就吃吃看 如果我發現說 我介紹的東西都不好吃 那就是我的口味跟你們不太一樣 這樣子 那也盡請大家見諒囉 好啦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啦 掰掰